自李一峰塌房后,内遇变得尤为热闹,连声明都成为笑话。 多位明星成为高位艺人,也不敢发声证明自己的清白, 生怕成为第二个李一峰,沦为真小丑,成为全网笑话。 现在的李一峰彻底凉凉,各大平台账号封禁, 沦为最有知名度的素人,彻底消失在娱乐圈中。 对此,网友们都觉得他是旧游自取,纷纷喊话李一峰终于遭到报应。 但是迎接李一峰的可不止退圈这么简单。 那么,李一峰将会遭到哪些报应呢? 接下来他将会从事什么工作呢? 这里是咸鱼记,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李一峰的现状。 9月10日中秋佳节,原本正是吃月饼赏月的好时候, 不想在这一天娱乐圈忽然天降大瓜, 曝光了顶流艺人李一峰找小姐被抓的消息。 此消息瞬间引爆了互联网, 给网友们的中秋节硬生生地加了一个大瓜。 从9月10日,李一峰陷入找小姐被抓传闻, 到9月11日被官方实锤, 中间掺杂着李一峰粉丝的反击和李一峰工作室, 以及其本人的狡辩。 整个瓜从开始到实锤也不过是20多个小时的时间, 跟当初吴亦凡事件反复辟谣最后直接进去了相比, 李一峰事件的打脸时间之快让人咋舌, 而李一峰事件也再一次印证了明星工作室的辟谣声明公信力几乎为零, 越是辟谣,越是发律师函,越有问题。 正所谓抢导众人推,在翻车后, 关于李一峰的种种黑料也接连被曝光。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李一峰被捕的原因, 有网友爆料李一峰被警方抓到竟是因为他太抠, 说好给女生8000,结果只给6000, 还义正言辞地表示6000是行情价。 此外,李一峰让刚约完的女生不要打车怕留下记录, 而女方也乖乖听话地在半夜两三点扫了个共享单车, 结果不巧遇到了正在巡逻的民警, 可能因为女方的行为有些可疑, 民警就将其带回去问话。 不料女生秉哲抗拒从严, 坦白从宽的原则将真实情况全盘拖出, 之后李一峰也被叫到警察局核实情况, 据说他当时全副武装, 但还是能一眼认出是他。 此言论一出, 李一峰抠等字眼立马占据热搜榜, 李一峰被抓的原因也引起一众网友的嘲讽, 但是也有网友质疑内容的真实性, 而面对质疑爆料者则一派轻松表示, 真不真的当事人心里最清楚聪明没用对地方, 更酸李一峰如果当初让姑娘正常搭计程车回家, 根本不会被警察抓到, 而且女方当时穿着一看就是做特殊行业的服装, 所以警察才会一眼看出来, 这才有了李一峰多次找小姐被官方通报, 被人被捕之事。 而提起李一峰此次被抓并非空穴来风, 早在9月2日就有网友用LYF三个缩写爆料, 称该艺人因找小姐被抓, 被某活动除名, 不过很快李一峰就直播澄清, 称因为疫情原因不能赶到活动现场。 接着到了9月10日, 有眼尖的网友发现最高简删除了李一峰相关内容, 原本李一峰是最高简活动大使, 不知是不是看到最高简的操作还是听到了风声, 华鼎奖、金英奖、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也纷纷把李一峰相关内容删除了, 并且还回应网友咨询, 称并不是出现网络漏洞, 至此李一峰的粉丝还不相信自己的偶像出了问题, 在互联网晒出截图, 称李一峰在央视中秋晚会节目单上肯定没有问题, 结果没过多久, 原本由李一峰献唱的《但愿人长久》也从新的节目单上消失了, 而频繁上线的李一峰并没有澄清传闻。 更恋人玩味的是, 欢瑞世纪副总裁也是此前李一峰《古剑奇谈》《青云志》《盗墓笔记》等作品的监制江磊, 也通过社交平台发了爱字并配了叹气的表情, 疑似在回应李一峰被抓的传闻, 不过应该是不想将自己卷入争议, 很快他就将内容删除了。 不得不说李一峰被抓成为劣迹明星, 多少令人可惜。 而在李一峰事业凉凉之后, 原本他的社交平台和工作室还没有被封号, 但是随后就被曝光了找小姐视频, 证据确凿, 李一峰的社交平台和工作室直接被封号, 而李一峰成为了唯一一个, 因为找小姐导致账号被封禁的明星。 毕竟同样因为找小姐事业被毁的黄海波等艺人, 依然还可以更新短视频分享生活, 而李一峰直接享受到了逃税咖的待遇, 说明他恶劣程度超出大家想象。 先不说别的, 就明目张胆发声明说谎的样子, 便直接影响了整个娱乐圈, 而且还是多次找小姐被抓, 敢这样公然扯谎, 确实恶劣。 作为内娱初代顶流四天王之一, 李一峰粉丝数达到6200万, 更是被外界称为国民校草, 官方媒体对他也是宠爱有加, 各大晚会他也是必要嘉宾之一, 最近几年更是被证据找上门出演了很多大制作。 而李一峰违访访后, 他的粉丝数直线下滑, 之前人数还有6200万, 如今已经调到了6000万出头。 除此之外, 李一峰塌房牵连甚广, 不仅是粉丝退圈, 个人被封杀这么简单的事情, 背后公司被影响更是巨大, 就连过往作品也面临剪辑除名下架的风险, 更别提所代言品牌的巨额索赔, 这都是李一峰彻底退圈前需要解决的事情。 一方面, 多部已经上线播出的影视作品会受到影响, 电视剧方面, 从2009年客串出演的《加油网球王子》到今年1月份播出的《静双城》 和5月份上线的《暗夜行者》很可能都会被视频平台下线, 总数量达到21部, 这意味着观众以后都可能不会有机会看到这些作品了。 电影方面, 李一峰参演的数量较少, 在2011年参演第一部电影《恋爱恐慌症》, 接着2015年参演了何炯导演的《质子花开》, 还有《怦然心动》和《管虎导演的老炮》, 在那之后就在电影领域蒸蒸日上, 《心理罪》和《动物世界》算是口碑很好的代表作。 目前已经能在线上点播的电影共有9部, 此外, 李一峰, 联媒韩童声主演的电影《操场早已杀青》, 作为男一号李一峰出世, 电影很难再和观众见面, 也很难换演员重拍, 即便李一峰退回片酬, 片方的损失也非常大。 另一方面, 据不完全统计, 身为一线艺人, 李一峰的代言从互联网、 服装、 化妆品、 饮品、 家电到牙膏、 珠宝等等, 代言数量超过20个。 需要注意的是, 此前吴亦凡在出世被抓后就有律师曾解读过, 艺人因为个人原因造成商家和其他演艺界片子的损失, 所有受到损害和违约的代言费用, 都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来提出, 他们可以另案起诉, 也可以向法院提出, 因为艺人方面构成了违约, 如果商家起诉, 法院肯定会判, 不管艺人有没有执行能力, 违约造成的损害肯定要赔的。 这意味着已经杀亲但还没上映的操场, 李一峰除了退回片酬外, 还要赔偿电影拍摄产生的费用, 而超过20个代言, 代言费是非常大的数目, 受影响可能下线或无法上映的影视作品超过30部, 对于李一峰来说, 绝对是巨额损失。 如今距离李一峰被通报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 他本人事业倾刻皆崩塌, 相关作品全部除名下架, 令人唏嘘不已。 最近这段时间网上流传出数张李一峰被释放后返回公司的照片, 引起不少吃瓜群众的关注与讨论。 这位曾经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着鲜花、 掌声和尖叫声的顶流明星, 在他房后, 人气瞬间跌落谷底。 穿着黑色带红色横断上衣的李一峰, 戴着一顶黑色余服帽, 脸上还有白色口罩, 将整个面部都遮挡得严严实实, 想来是不想被周围人看到自己的脸。 在公司门口敦售李一峰的大粉, 仅有稀稀拉拉几个, 其余脱粉的脱粉, 回彩的回彩, 真真是应了那句, 强倒众人推, 破骨万人垂。 据悉李一峰回公司是要跟经纪人处理剩下的一些公事, 因为他的团队早已解散, 李一峰只能自己跟经纪人处理剩下的一些公事, 之后要退圈。 在网上也可以看到李一峰大部分工作室的人员, 已经开始在社交平台发求职消息了, 团队的一部分人没有了工作, 面临失业, 一部分人到了别的艺人那里, 重新开始追随新的艺人。 如今, 李一峰只剩下经纪人和一些亲戚为其打理收尾工作。 不仅如此, 李一峰前女友郭子瑜爆料称, 李一峰原计划要跟某富家千金结婚的婚事也彻底告吹, 女方在她被抓后已经第一时间踹了李一峰, 这下子感情事业皆受挫, 还得是李一峰的报应。 接下来, 李一峰面临着的无疑是做回一个普通人, 选择另外一条人生道路来走, 希望她记住这一切, 退圈重新开启自己新的人生。 关于李一峰的现状, 你怎么看? 这里是闲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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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